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特别值得我们骄傲的是 中国的特格压直流输电技术 也就是正辅800千伏的特格压直流输电技术 已经输出到巴西 特格压装备 现在是中国在国际电力市场上的一道名片 中国之所以能够点亮巴西 靠的是一项世界领先的输电技术 特高压 2012年和2017年 这项技术先后两次 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近十年来 特高压输电工程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国土 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特高压究竟是一项怎样的输电技术 它是如何成为新时代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脉的呢 徐畅 中国第一条特高压的建设者 他现在有了一个新身份 巴西特高压工程师 他每年回国的时间只有两周 花费心思 配好女儿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徐畅要带女儿去一个他最熟悉的地方 快十年了 这个地方前面就快到近东南输电站了 从这个地方叫展子县 展子县过去十来公里 已经到了第一个特高压输电站了 都已经有快十年未来了 您对路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这个地方印象太深刻了 那个大车台的这个绿性的变速 在这个路上通过 但是那个场面就是让人 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心情还非常激动 你对于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神圣的地方啊 是因为是爸爸站到工作过的地方 所以觉得很神圣是吧 是的 徐畅带女儿来到特高压一千千幅长治辩电站 这里是中国特高压工程的起点 这是你爸爸以前参加工作建设的地方 哦 空金 哎 哎 十年没见了 对 这位是压师过来记者 你好 打扰了啊 这位是空金 咱们以前在这里一起工作的同事 这是我女儿 都长这么大了 对 你们有很多年不见了 小十年了 还好吧 还好 一直在长治战就 没有离开过这个战场 您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干特高压 特高压 在国外也是干的特高压 您现在把特高压 都引出国门 走向世界了 特高压把我们带出了国门 除了给女儿讲述自己 当年建设的故事 徐畅此行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去看一块仪表盘 他告诉我们 这表反映的是 电力设备最重要的性能 绝缘性能 从中可以看出 这个边电站 十年的运行情况 为什么现在还非要找 这块表要看一看呢 这块表就显示着 这个罐体里面的 绝缘气体的压力 它的压力正常 这个罐体 工作就是正常的 咱们这个开关 工作就是正常的 但因为我们做这么多工作 最后的结构显示 就代表了我工作的质量 也就是说这块表上 数值的稳定 直接代表了你们 工程质量的好坏 那这块表 您在这儿工作这么多年了 它的数值变化大吗 从 这块表自从2009年 投运以来 快十年的时间了 这个表记的读数 基本上有维持在一个 合理的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这个表记一直维持在 这个合理范围之内 充分说明咱们这个 特高压的工程建设 质量是很过关的 就是技术水平是世界一流的 这块压力表 之所以让徐畅 十年来都割舍不下 就是因为他记录下了 特高压工程的历史 十年前在徐畅和同事的努力下 中国第一条也是世界第一个 投入商业运行的特高压工程 成功地将山西美电 送到千里之外的湖北 不仅解决了华中地区紧迫的 缺电问题 而且颠覆了中国传统的 能源输送模式 刘永奇 这条特高压输电工程的管理者之一 谈到第一条特高压建设的迫切性 他仍然记忆犹新 一个就是过去我们传统上的 电力供应呢 就是哪里缺电 就在哪里建电厂 这个发展模式呢 特别是在东部 到了一个走不下去的 这么一个路 第二个原因呢 也是过去我们经常 周期性的发生一些煤炭供应的短缺 那么周期性的煤炭供应短缺呢 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发电的 周期性的紧张 也就是缺电 没从空中走 便从远方来 这是第一条特高压工程 开启的新模式 它使得整个中国的 电力能源输送方式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而过去十年间 这种改变给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带来的影响 无疑是巨大的 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 这里是中国人口最集中 经济最发达的黄金经济带 这片只占国土面积 5.2%的狭场区 创造了中国40%的 国民生产总值 可是 这里的能源总量 只占全国的0.4% 中国的风电 太阳能 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北部 而水电 就要在中国的西南部 而中国的用电的符合 您知道 主要在中国的东部 中东部 比如说上海 比如说东部的那些 需要大量的能源的需求 巨大的产能背后 是庞大的用电需求 如果仅靠就近建设发电厂 来满足用电需要 就意味着这些城市 将会被上百个大中型火电厂包围 同时城市周边 将会兴建上千条 专门用来运输煤炭的铁路 公路 以保障每天上千万吨的煤炭供应量 也就是说 你将会生活在一个 路上随处可见运煤火车 到处都在燃烧煤炭 充满刺鼻气味的城市 更可怕的是 由于煤炭储藏量有限 人们可能很快就会陷入 煤电可用的困境 这显然行不通 那么到底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中国的城市景观 又会因此发生怎样的变化 每个周末 银伟都会来到黄浦江边转一转 这里曾经矗立着上海发电量最大的电厂 从1897年建厂开始 它就成为上海市中心最醒目的建筑物之一 银伟在这里工作了35年 可是就在十年前 这个运行超过百年的大电厂 宣告关停 看到了这个高高助力的大温度计 它以前是一个大烟囱 它所在的位置可能又恰恰是上海市中心最繁华的这个地方 最后放停的时候 很多职工都看着这些技术 最后一台技术停下来 大家都是有的中文拍照 就留着纪念 因为对它还是有点意义不熟 这么多年下来 从小青年 学校毕业就到这个电厂 到当时应该是已经到关的时候 我已经55岁了 从2007年开始 上海市区的电厂关停了不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们曾是周围居民的主要供电方 没有了他们 市民还能不能正常用电 其实不仅仅是居民生活用电 没有受到影响 从2007年至今 上海市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特高压工程 根据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 2017年一年 上海市外来电的电量比例 已经占到全上海用电子容量的45% 而这一切让英伟觉得 虽然有种种不舍 但老电厂关停终究是一件好事 现在上海的蓝天 比原来每年都在提高增加 不仅仅是上海 如今长江沿岸 东南部沿海的小电厂都在逐步关停 对于老百姓来说 蓝天越来越多 特高压意味着从远方来的清洁店 这是一张2018年8月12日晚10点 魅星实时拍摄的中国区域夜景图 从西向东 从北往南 灯光逐渐变得越来越集中 越来越明亮 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区域 形成了一条耀眼夺目的光带 而在中国的另一端也就是广袤的西部地区 虽然地广人稀黑迹一片 可是这里却蕴藏着巨大的能源宝藏 我们国家能源和资源的分布呢 主要是在西部北部 但是70%的用电 主要是在中部东部和华北地区 那么能源和资源与生产力之间 这个呈现逆向分布 而且距离很远 有电却送不出 距离是电网建设最大的挑战 为什么原有的电力工程 无法实现远距离大容量输送能源 必须依靠特高压呢 新疆达坂乘风渠 这里长年风力久迹 却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 特高压能源输送通道 来到这个大风车底下以后 我觉得这里的风特别的大 感觉人都要被吹跑了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淹敦分区呢 可是新疆有名的分区 一年九个月时间都在刮大风 大风本是一种灾害天气 可是特高压技术的成功研发 让人们开始思考 如何变害为例 让大风成为取之无尽 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 在大多数人眼里 风车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插座 瞬间将风能转化为电能 如果假设成立 意味着风车接上电线就能发电 可事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龚多虎决定带我们来做一场试验 我们看到工作人员把风机下面的配电箱打开 然后仔细地接上了电线 这个电箱垫呢 就是地下配电220伏 就是我们家用的成功垫 我们把这个线呢 沿着这个铁塔的方向来布置出来 哦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 就是普通的家用220伏的这个垫 然后按着特压的这个方向呢 一直传出去 看它大概能传多远 是的 220伏是我们最熟悉的家用电压 它到底能不能远距离传熟呢 电压高低 到底对传输距离有多大的影响 你看呢 现在地上我们有6个线滚子 就是家用电缆 每滚呢是200米 就能放600米 我们呢就是把这个灯泡呢 每隔200米 400米600米 射一段 接在这些线路上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灯泡的明暗 是不是有变化 9月的新疆戈壁滩 太阳落山 往往的晚上八九点钟 为了看到更直观的试验效果 龚多虎让大家等到晚八点半 再打开电源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八点四十分了 新疆的天已经暗下来了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能看到灯泡 它确实是越来 越暗 越暗 我们来测一下 114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你看这两个热水壶呢 就类似于我们家庭的这个大功力电器 咱们家中呢 如果在用一个大功力电器的同时呢 再开其他电器 可能有短暂的这种电压降低的情况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话 用220伏传输线电电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妥的手段 对 从220伏到1100千伏 电压升高了5000倍 可是输电距离 却从600米3000多千米 也整整翻了5000倍 看来 电压才是增加传输距离 和增大电量的关键 要想实现远距离大容量输电 电力线路必须彻底升级改造 这对特高压技术标准 要求将非常高 而建设这样远距离大容量电网 实现能源互联互通 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需要 更是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许多国家都在尝试 特高压远距离输送技术的突破 巴西 当时的传统电力强国 资源丰富 技术领先 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电力人才 花费了巨大精力 投入特高压技术研发 可由于线路升级改造当中的 巨大挑战 从来没能够攻克难关 这道世界性的难题 摆在了中国电力工程师面前 在研发过程当中应该说难度还是很大 归纳起来只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基础 还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在上个世纪 像美国 苏联 日本 意大利 这样一些发达国家 都分别试验研究过特高压数电技术 后来因为他们经济增速放缓 所以相应的特高压工程 有的是没有上网 有的是也降压至五百千幅运行了 从国际上来讲 就没有成熟适用的技术和经验可以借鉴 面对这道世界难题 中国电网技术人员并没有退缩 因为只有闯过了这个难关 才能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不极的动力 2013年1月18日 在中国科学最高颁奖典礼上 中国首次将最高奖颁给了一项 名叫特高压的书店技术 杂交水稻 两弹一星 这些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名字 都曾是这个奖项的获得者 对于中国的电力工作者来说 获得这个奖项是莫大的荣誉 韩仙才 当时特高压技术的获奖者之一 获奖证书一直被他珍藏在自己的书处里 就是这本证书吗 对 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特高压工程 就是近东南到金门的特高压交流实验释放工程 获得的技术方面的最高奖项 就是国家科技进步奖 提出发展特高压的时候 咱们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运行中的工程 特高压工程 而且也没有成熟的技术和设备 也没有技术上的标准和规范 什么都没有 一家可以解决的 为了这个关乎国际民生的庞大工程 韩仙才和同事们几乎集结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力量 当时这项工程有多少人参与 您还记得吗 这个工程建设国家电话公司主导集中的国内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参与了 包括电力行业 机械制造行业 工程设计行业 还有大专院校 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参与了这个工程 所以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最后通过这个工程建设 我们一个是成功地建设的实验释放工程 第二个是全面掌握了这个特派交流数点技术 第三个呢 我们还在世界上率先地形成了整套的特派交流标准体系 从04年开始酝酿到12年获得奖项 其实这中间是上万人花了八年的时间 成千上万人 应该说还不是万的数字 应该是几十万 应该是这个概念 汇聚了几十万技术人员的力量 共同参与一项技术的研发 这在中国电力历史 甚至世界能源历史上 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也充分说明 中国的发展 迫切需要远距离 大容量的数点技术 正是这几十万人的不懈努力 国家电网技术不断创新 中国才有能力 建设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工程 现在是2017年的9月6号晚上8点40分 我身后的工人们还在紧张地忙碌着 他们如此加班加点的工作 就是要把这些导线架到我身后的高塔上去 现在这已经是这条特高亚线路的最后一道工序了 这里是新疆昌吉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荒凉的沙漠腹地中 工人们正在把电缆架往百米高的铁塔 而这一根根像小臂一样粗的电缆 是这次特高压远距离 大容量输送的关键技术之一 这个导线是我们目前用的最高的 最粗的那种地亚等级的输件下落导线 它是最粗的 好像感觉跟我的小臂一般比你的胳膊要多 比你的胳膊还粗 一盘导线是两公里五 我们这个一般的输件下落 长度是像我们这个就是在3300多公里 我们是通过我们这种钢毛 把这个一个是内钢心和一个外面钢管 就把它连接起来了 要用它们连接 因为这个电压等级比较高 我们要求压加质量压加工艺比较高 这是一个在距离和容量两方面 都创造了世界纪录的输件工程 它的目的地是远在3319.2公里以外的 安徽股权 等到建成投产 紧这一条线路就可以满足整个安徽省 60%的用点需求 同一时间在江苏泰州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特高压变电站 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 等到完工 这里就会成为两条特高压输电线路 同时经过的电力枢纽站 中国各地还有数条像这样蜿蜒千里 容量巨大的超级电力公路正在修筑 而从2004年至今 中国已经建成了18条这样的输电线路 它们成为中国城市工业发展 居民生活用电的主要来源 现实需要促进了技术的突破 而这种突破又带动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 事实上 有关特高压技术体系的方方面面都实现了升级 随着特高压工程走出国门 科技含量更高的大电网控制系统 将成为中国领先世界的核心技术 王玉玲 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 今天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非常神秘 一般人禁止进入 他输入密码后我们跟随他来到了中国电网核心区 来 请 好 来 请 这里就是我们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 可以说是国家电网公司最核心的生产控制部门 应该说这里算是整个国家电网的大脑吗 可以这么说 如果把中国电网比喻成一个人 想让这个人身上的特高压主动脉 以及连接的血管 昼夜不停地运转 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大脑 进行海量数据的运算和控制 王玉玲在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工作了30年 操控着中国电网的大脑 这里面有着世界领先的大电网控制系统 它比特高压出生要早 但又因为特高压的需要而变得更加智慧 大脑与血脉共同组成了强大而智能的电网 实现了中国电力能源互联互通 高小运转 在这里就是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的27个省迪电网的生产运行的实施数据 在我们这里都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用的这一套电网调度控制系统 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控制系统 可以监视和控制国家电网区域内的所有的发电厂和便利站 过去十年 特高压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脉 有力支撑了中国的发展 而且给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电力输送解决方案 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 经济全球化会越来越深入 届时特高压不仅能让中国实现远距离大容量输电 而且会让世界各地能源传输更加高效 建立一个全球资源互联互通的新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